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 旅游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逐步增强, 旅游业对城市经济的拉动性、社会就业的带动力以及对文化与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 旅游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一切无故充满了好奇, 这其中当然包括博大精神的中国餐饮文化,那么最受外国游客喜爱的中国菜有哪些呢? 糖醋里基排名第一并不奇怪,酸甜混合的味道加上明亮鲜艳的外表任谁都无法拒绝。 第二道公保鸡丁,这道菜在来自不同国家的回答者的答案中都有被提出, 在中国它也是很多人吃饭必点的经典。 第三道春卷,这道菜被外国朋友选出来是在情理之中, 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点心尤其是广市小吃在外国人心中的影响力。 第四道炒饭,相传在一次国事访问中, 李鸿章命令他的厨师做一道中国人喜欢吃洋人也喜欢吃的菜肴。 聪明的厨师直奔厨房, 挽起袖子便做了这款炒饭。 这款雅俗共赏的美食得到了各国外交官们的称赞, 而李中堂也因此风光不少。 第五道麻婆豆腐, 可能没有哪个菜系能像四川菜那样把辣用到极致, 川菜目前的地位也就是因为一个辣子, 西餐自然没有办法超越, 外国人只有边吃边赞叹的份了。 饺子,中午有一句话, 好吃不过饺子, 足以见饺子在中餐中的份量, 而且饺子限量的多变化, 囊括了中国文化精华, 自然也是外国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国的一道菜了。 其实锅贴在外国也很受欢迎。 其中道理应该和饺子有很大的关系吧。 第七道混沌, 西餐的面食中绝对没有那么细致和清爽的做法。 烤鸭, 因为它非凡的名气和悠久的历史, 所以是所有到了中国的外国人都会想吃的一道菜。 第九道炒面, 经过改良后的炒面的确受到了外国游客的喜爱。 第十道, 腰果虾仁, 虾仁营养丰富, 肉质松软, 易消化, 与腰果通炒, 对于保护心血管系统, 防止心血管疾病大有益处。 而吃起来, 虾仁滑嫩, 腰果酥脆, 中外游客怎能不爱。 当然食物只是中国其中的一个严肃, 让我们来看看游客还会看到哪些景点。 2008年夏季奥运会, 正式名称为第29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 主要的体育赛事是在北京, 从8月8日至2008年的8月24日。 此次奥运会的座右铭是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奥林匹克运动会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让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外国游客有机会目睹这一风采。 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场馆中心是北京国家体育场, 因为它的巢状的骨骼结构也被称之为鸟巢, 在这个场馆举行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及田径比赛。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 你同时也会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大会堂, 毛泽东纪念堂, 同时可以观看胜过其仪式。 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天安门广场。 我们同时还将参观坐了在城市中心的紫禁城, 它是明代、清代的皇宫, 现在作为著名的故宫博物院, 它在天安门广场以北, 长方形, 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 我们可以从右侧观看故宫博物院。 中国漫长的历史为今天的旅游者留下了无数文化古迹,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这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 始建于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 其工程之浩凡, 气势之雄伟, 堪称世界奇迹。 石窟, 岩画和雕塑艺术也是中国旅游资源中绚丽的瑰宝。 石窟, 比较集中地分布在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古道上, 最著名的是墨高窟, 被称之为东方艺术宝库。 墨高窟现存的492格石窟分布在挨壁上三次层不等, 壁画总面积约为45000平方米, 彩塑像2100多深, 其艺术造诣精深, 想象丰富, 畏为大观。 石窟艺术在中国南方的杰出, 以四川的乐山大府为代表, 这座一山凿城的大佛高71米, 尖宽28米, 乃中国最大的一尊石雕作佛, 它不仅体型巨大, 而且结构云称, 显示出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技艺。 宗教文化圣地从南到北, 新罗起步, 中国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少林寺 建于公元495年, 以少林功夫而闻名于世。 法门塞也可以说是佛教的代表。 中国人们都会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但对于长江以南不可错过的一个地方是乌镇。 位于长江以南的六个古镇中心位置, 乌镇显示了其在古老的石桥, 斑驳的墙壁以及悠久的文化背景。 中国有100座历史文化名城, 大多数已有上千年历史。 长江以南的苏州、杭州两座城市, 河湖交错、水网纵横, 小桥流水、田园村舍, 如诗如画。 自古就有人间天堂的美誉, 建于明代, 迄今保护最完好的平遥古城 位于山西省中部。 这里陆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 养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类型遗址, 证明五六千年前人类就已再次繁衍生息。 云南丽江古城既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中心, 又是汉、藏、白等各族文化的交汇地, 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 该城是建于宋代, 城内有许多明清时期的石桥、石牌坊和民居, 为研究中国民居建筑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堪称活的古民居博物馆。 秦始皇兵马俑是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 目前也正在继续发掘工作, 位于西安灵桶1.5公里陕西省。 九寨沟、黄果树瀑布和桂林山水均位于中国西南部。 四川北部的九寨沟是一条纵横40公里的山沟谷地, 总面积约9620平方公里, 兼有湖泊、瀑布、雪地和森林之美, 被称为童话世界。 贵州省的黄果树瀑布为一大瀑布群, 由18个地面瀑布和4个地下瀑布组成, 5公里之外都能听到轰隆声。 在广西省境内, 丽江从桂林之阳朔一段, 长82公里, 蜿蜒于岩戎风林之间, 江水清澈, 风景如画是著名的桂林山水所在地。 同时我们还可以欣赏到具有代表性的梯田。 城市远景, 云海, 以及六月雪。 城市夜景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风景之一。 城市夜景博物水大火 城市夜景收入 城市夜景章 城市夜景太阳 城市夜景 城市夜景